好 智慧手机真的抢得很凶 我们来看到第三代的小米手机 上午在北京亮相 而这个日期非常的巧 就是在苹果新机在大陆发表的前几天 这个较劲意味非常的浓厚 而发表会现场也挤满了米粉 就是小米机的粉丝 状况如何我们连线记者戴绿带我们了解 还有解说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小米手机的发表会的现场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以及有很多的米粉聚集在现场 那么大家在这里聚集呢 都是等待小米手机最新的新机的发布会 那么在现场感觉气氛呢 就像一场嘉年华卉的一个大型的party一样 那么今天小米手机发表了小米3紫米平板电脑 那么同样的小米电视也同样的受到瞩目 那么小米手机在大陆相当 向来相当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价格比较平价 因为差不多一万块台币的价钱 就可以买到一只手机 那么但是它的功能丝毫不输给三星HTC 或者是苹果的iPhone手机 那么今天这场记者会特别又格外受到瞩目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小米手机它是抢在下个星期三 iPhone发表新机之前抢先亮相 那我们其实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 其实在第二季度的时候 大陆这个手机的这个出货量 小米手机在大陆的出货量已经超越了苹果的iPhone 那么对苹果形成很大的威胁 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那么也因为如此呢 苹果公司是破天荒了在下个星期三 在这个台湾时间的凌晨一点钟发表新机之后 几乎同步的会在星期三的上午十点钟 会在北京召开一场苹果iPhone新机的一场发表会 那么凸显苹果公司对这个中国大陆市场的重视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的情形 主播